今天我們就要來告訴大家 用跑步怎麼賺錢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樂部客 我是水風刀 歡迎來到我們的月家蜜 我們之前上一集呢 有介紹過Steven的跑鞋 然後這一集獲得非常多人的回想 回想到我真的覺得有點扯 大家很多人在私訊啊 然後加入我們KGG遊戲公會的DC群組 然後非常多人在關於這個跑鞋的攻略啊 大家在不斷的討論當中 所以還沒有加入的 我們可能可以趕快點擊我們下方資訊欄 先加入我們的KGG遊戲公會 跟我們的Reneverse 目前這兩個群組大家要先加入 然後參加我們的神秘抽獎活動的表單 你也會放在下面 那因為很多人在問 希望有中文的教學影片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做這件事情 我們今天會Stay by Stay 帶大家來做 怎麼樣去購買這個Steven的跑鞋 好今天的教學會分成兩大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教你如何入金 第二個部分是教你如何購買跑鞋 第二個部分是教你如何購買跑鞋 我們接下來就要來介紹一下交易所 如果以台幣的交易所的話 我們就會用ACE來做一個示範 好的那我們首先去把ACE這一個APP下載下買 底下有連結大家可以去註冊好 接下來我們就是大家可以去裡面辦註冊帳號 那如果有不懂的話呢 可以加入我們的KGUC工會 我們會有詳細的解說 那其辦帳號其實不難簡單 簡單來講就是它會驗證 做一些身份的驗證還有銀行綁定的動作 通常這個綁定呢大概七天左右就會下來了 我們現在綁定了銀行之後呢 你要記得入金的話要用我們綁定的銀行進行入金的動作 不能用其他的銀行匯入喔 然後我們接下來匯入哪一個帳號呢 它這裡面有一個我們可以點到錢包 它裡面有個入金的按鈕點下去 然後入金裡面它就會顯示說 你需要匯到哪一個帳號 然後你可以複製它的這個匯款帳號 然後你就可以用你剛剛保定銀行進行匯款的動作 那匯款完成後呢 你們就可以在你的這個錢包裡面上面的總資產估值 那邊看到如果你匯入十萬的話 台幣的話它就會寫十萬喔 然後TWD 接下來我們有了入金成功之後 我們接下來到行情的部分 選擇搜尋打上SOL SOL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這款Steven的跑鞋是在Solana鏈上的遊戲 所以呢它需要用SOLB去做購買動作 所以我們現在點選SOL 點開之後呢你會發現現在的幣價是 要價2396元新台幣一個 好那你這邊可以點選買 那你現在就可以看你要買幾顆 但目前以我們跑鞋的一支最便宜的跑鞋 大概是10SOL啊 這邊的話呢我會建議不可能就是喊 如果是今天你想要買10塊東西 你盡可能先多匯一些 比如說這邊就可以到12 那這樣的原因是因為我們都會有Gas fee 就是手續費 大家可以把想像成手續費的部分 然後我們要有足夠的手續費 才能夠進行交易的動作 所以我們這邊就會多買一些 好我們現在買12顆SOL 大概要價台幣多少錢呢 兩萬下面大概出現 兩萬八千七百六十點零四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目前如果要買 12個SOL所需要花的新台幣 就成功交易了 那就會出現在你的錢包裡面 下面的數位置產這邊就會多一個SOLB 這就是以上入金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會教大家怎麼做購買跑鞋動作 好的那我們繼續往下 我們首先到AppStone去下載 Steven的APP 然後這邊可以看到 好下載完之後我們這邊點打開 然後接下來呢我們就可以輸入我們的Mail 然後呢獲取這個驗證碼 獲取驗證碼的連結放在下方資訊欄 大家可以去做參考 或是先加入我們的KGG遊戲公會 好那接下來我們會進到這個畫面 那我們首先呢我們要先創建我們一個錢包 然後我們這邊點擊右上角 那這邊一樣會有助記詞 就是要記很多組英文單字 那記得要把這個密碼跟助記詞給記好了 那個東西助記詞一旦忘記之後就沒有辦法 歡迎你下一次用別的手機去登錄這樣的APP的時候 就會沒有辦法進去 OK那我們設定好之後我們就有了錢包 接下來我們按SOL 按Receipt 會有錢包地址 然後複製之後 我們再回到我們的ACE 這邊我們可以按TB 按TD 然後我們就會進到這樣的畫面 然後其實接下來這個畫面我們就點選壁種 這邊可以選擇我們點選Solana 那接下來就輸入你的地址 就你在Steven剛剛的地址 好接下來大概等這些都輸完之後呢 按下一步 大概等待5到10分鐘 那個SOL就會出現在你的Steven的錢包裡面了 然後呢接下來你就可以在這個程式裡面選鞋子了 好我們現在可以看到最低的鞋子大概是 9點多10點多 那接下來就是要看你運動是屬於哪一個速率的區間 我們這邊研究小組幫我們列了一個錶 大家可以看這個錶 大概說要選哪一種跑鞋是端看你自己的跑步 或平常比較多是用走路還是用慢跑還是用跑步的方式 那這邊有很多人建議是說你可以自己用一些手機先去測你的時數啊 平常你大概走多快之類的 然後去判斷說哪一個跑鞋最適合你 當然你越快它的GST能夠累積的速度當然是越高 目前大家比較廣推的是Drager 那我自己實測過 因為我自己本身就是買Drager 那我自己的話發現快走還是會賺錢的 然後再來就是小跑步 所以我覺得這是比較適合我 接下來我們來講一下它裡面有四個數值 就是第一個是效率 第二個是幸運 第三個是舒適度 第四個是耐久度 好效率簡單來講是影響你賺錢的效率 就是它越高其實代表你賺錢的效率越高 好那幸運是為什麼呢 幸運的話是它如果越高的話 我們跑步的期間會有機率的被空頭寶石 那這個寶石有點把它想像成它就是一個 插槽可以加速你的鞋子的能力 好那再來是舒適度呢 目前沒有官方還沒有公佈說這到底要可以幹嘛 好所以我們先保留住 那再來是耐久度的話它是數值越高你的回損率會降低 維修費會相對比較少 那我覺得這東西真的蠻重要的 因為我自己目前跑下來 是真的要花一點錢去做維修費的 我會優先覺得大家可以考慮有幾個搭法啦 就是效率跟耐久度高或幸運高 每個人的策略有點不太一樣 那上面有四個數通我們可以看到 是保持的插槽 那等級要到五十十五二十才是逐步的開放 那我自己是新手所以就是買了一個灰形 之前有人提供說資訊說要去找那種保持插槽是 比較多是你想要點的技能 比如說像你如果想點效率 你就要找那種效率的保持插槽比較多的 或是怎麼樣子 接下來如何把錢換回來呢 接下來就進到我們非常萬眾 大家都在問 大家所有人在買鞋都在問 我怎麼把錢換回來我怎麼把錢賺回來 你跑完之後他會告訴你說你這一趟跑步你獲得多少GST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要把它換回Solana B 那所以呢我們可以把它拿出來 點開我們的APP 那我們就點選說我們的錢包 然後呢在錢包的部分我們這邊發現 我們可以把GST換成SOL 這個操作完之後呢大家就可以把錢 把它匯到你的ACE的地址 那你可以就是把匯過去之後呢 然後你就會發現ACE這邊哇多了好多SOL 好那你就可以把它賣出換回我們的新台幣 耶 這就是你今天勞動的結果 好 Mood to earn 你可以把它換回去ACE裡面賣掉換回台幣 也可以把它就是換到币安 然後去把它賣出換回USDT 好提醒一下在任何的匯款動作上 其實都還是會有guest fee 問題就是手續費的部分 需要預留一些錢 好那這邊大概是我們今天的教學 希望有幫助到大家 在購買Steven跑鞋上面的整個流程上 是可以去進行的 那我們自己也有做實測 所以我們之後應該會拍一個比較 稍微深度的實測影片 去告訴大家說我們的結果會是如何的 那如果想要知道更多關於 GameFi遊戲的相關資訊的話 可以加入我們的KGG遊戲公會 我們會放在下方的資訊欄裡頭 好那最後還是要提醒大家說 不管在做任何的投資都還是要考量到它的風險 那當然對於這款遊戲最大的風險 可能就是遊戲公司倒掉 或是說它的幣價下跌 這都可能會是一個波動 所以大家還是要 Do your own research 就是去自己研究一下 了解這個東西在做什麼 然後再去做任何的行動 然後也可以隨時的Follow 我們的DC資訊 那我會把不管是ACE的註冊連結 跟我們的遊戲公會還有Reneeverse的連結 放在下方 大家可以趕快點擊去註冊 希望大家一起約跑賺錢囉 最後不可能的問題是 聽完這麼有趣的GameFi項目 不可能會開始想要了解GameFi嗎 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你今天約了嗎?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呢 請給你身旁你最近想要約跑的朋友 那這樣就可以開始一起約跑 那這樣子啊 分享 訂閱 按讚 訂閱 關注我們 掰掰